通道市领口的消息要带您看到 是在文化四街的原封宽庭社区 周遭经常有民众随意的停车 那么所以这个社区车辆进出的时候 是相当的不方便 而且容易影响到视线 因此这边经常是意外频传 那么为了顾及这个社区民众的安全 交通局在会看过之后表示 将会在这个转弯处的地方来划设红线 那么在车道口前的这个道路上面 就会划设这个黄网线 提醒来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 本邻四街的原封宽庭社区 周遭藏有民众随意停车 造成社区车辆进出不便 且影响视线容易发生意外 希望能够会设红线防止意外发生 便请托市议员蔡淑军服务处协助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看改善 原封宽庭社区跟议员这边做成型 希望说他们的社区的周遭 做一些那个交通标签的一些改善 经过讨论 那个就交通局会在这个林口区 那个文林四街三三项的这个转角 会双向转角路口 它会按照规定长度划红线 由于社区车道口离转弯处不远 社区希望能够在车道口装设反光镜 但交通局表示 反光镜装设是以大众安全为主 无法供社区使用 但未顾及安全将会在车道口前 道路上会设防网线提醒来往车辆主义 反射镜的设置是公众使用 不能供特定人士使用 所以说这部分并没有同意 但是我们也请交通局说 针对社区的这个需求做一个改善 所以说为了增加那个社区车道口的一个辨识性 所以交通局会在这个车道口 增设网状防线 还有在社区的那个转角口 还有在车道口附近增惠红线 以为那个交通安全 这部分的交通改善 那个交通局会在102年的12月21号之前完成 会看后 经社区及相关单位都表示 同意之后将于一个月内完成改善 还给民众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导